前进新台湾 是像这个报纸所说的 华航没有展现诚意 还是技师又抛出了新诉求呢 如果连这个疲劳航班都卡关 工会其实还有其他项目没有谈到 那么这场罢工会不会成为 无止境的持久战呢 而昨天劳资协商破局之后 技师工会发表了声明 说他们将会结合其他 声援他们的单位 到交通部前面来抗议 而参与协商的交通部政策王国财 则是对这个破局感到失望 但他说他没有绝望 他讲说这个每天哪下午两点半的 五楼会议室都会开放着 等双方回来继续协商 而且他也对这个工会的成员喊话 他说工会的成员也是公司的一份子 如果说持久战打下去 伤害公司 最后当然也会伤害到自己 因为毕竟这是属于你的公司 而这公司要继续营运的 没错确实技师罢工 不只是上百班的华航班级取消 现在连带的旅行社的行程也大乱 所以在昨天晚上 中华民国的旅游同业公会 他就发出了声明 他对于技师开骂的 他说在春节期间 罢工非常恶劣 可是他同时也抱怨 这个华航的危机处理不够 希望华航能尽快的妥善主理 否则未来不排除联合要来抵制华航 这对华航来讲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 不论是现在讲的所谓管理阶层 又或者是基层劳工 另外一个要关注的讯息就是 如果罢工持续 大家是不是没有注意到 大家都只遇到人 也就是旅客的部分 华航的货机其实也是罢工的状况 美国航线现在真的是几乎全断吗 好 这些货运载送的是什么 是台湾的另外一个裁员 就是电子业要交货啊 所以现在他们也跳脚了 那么如果说这个半数的华航的 官股的成分存在的时候 一旦损失 其实国人更要问的是 难道这个洞或是损失是 你我的纳税钱来补吗 所以华航的讯息 当然大家都要持续来关注 另外还有一个关注的就是 外界在关心罢工的同时 有一个事件持续在延烧 那是什么呢 就是去年搭乘黑银直升机 后送病人而不幸 罹难的护理师蔡一铭 卫福部要颁给他奖章 这个名目当然名称就是冒险犯难 而且要给他抚恤心 只是没有想到现在竟然卡关了 公文曝光 发现全序部居然坚持 还要再查事故原因 认为这起事故 他的罹难不算冒险犯难 难道又是官僚冷血杀人吗 今天要带你好好来了解 另外当然还要关注的就是 在国民党内了 国民党的新春团败之后 虽然一团华和气 但是私底下是不是早就已经 暗潮汹涌呢 国民党的初选 还没有启动 也还没有一个定论 何时要启动还不知道 但是王金平跟朱立伦 两个人当年竟然为了换柱事件 直接杠上 只是为什么现在要同期当年事件呢 大家想问 这个王珠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过了一个年 怎么好像感觉 港情变得不融洽了呢 而吴敦毅只是直接抛出 说蔡政府啊 这个年改的议题 过去过度刻薄 所以重返执政之后 要重新检讨 这句话是不是 意在支持深蓝支持呢 而国民党的天王们的天王斗 是不是进入了新的篇章 我们要带你了解 而在今天 有关于华航办公的部分 我们会开放call in 要继续来倾听观众朋友们的意见 您可以播 02-8792-9904 我们要接听您的意见 带领大家一起好好来关注 华航事件的发展 好 开始之前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 国会观察基金会董事长 姚立明老师 大家午安 欢迎即是工会的代表 史庆生 史机长 大家好 欢迎自身媒体验周一寇 大家好 欢迎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郑世伟 大家好 欢迎的是华航 航务处的协礼 陈纯的陈雪礼 各位大家好 稍后民进党立法委员 王蒂宇也会来到我们的现场 好 首先开始 我们先来看的 就是最新的连线报道 就是劳资二度协商破局 而现在华航出面了 他说这个两度进行协商 那么到底现在整个现场如何 我们再来看最新的现场 所以当然 在尽快恢复执行之下呢 公司希望明天就是今天 昨天在谈嘛 就希望今天的所有航班 能够恢复正常 但是各位媒体同仁也知道 即时工会收了即时同仁的检定证 所以即时工会要求 要在宣布罢工结束 那个时间点24小时之后呢 才能恢复执勤 那这个部分呢 公司基于善意 就非常非常的大方 就同意了在即时工会的要求 给他们24小时时间 去收回发还减地证 让机师们呢 回到执行时间 然后呢 还释出另外三亿 就是宣布停止罢工的那一刻 我们就恢复了几心 跟所有的福利 我想在还没有进入 五条讨论的议题之前 华航就释出了极大的善意 那接着进行 我们开始第一条讨论 在派遣的飞时上面呢 华航其实也做了非常大一个 让步空间呢 但是却胶着不前 那这个部分呢 真的让华航感到非常失望 至于这个细节的部分呢 我就交给我们的吉正丽吉经理来回答 谢谢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好 各位辛苦了 诚如各位都所知道的 在2月9号我们的第一次协商 我们花了极长的时间讨论 终于把两兆的单位 FDP跟FT 两个这部分定调为FT 唯一达成共识的部分是 FDP的时间只要超过12小时 我们就是4人派遣 那唯一真值的两个部分 一个是7人派遣 公司方主张是8人 8小时3人 工会呢 要求是要7小时就要8人 还有货机的部分 在美国国内线的货机 他一律要求要3人派遣 这个部分呢是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共识的部分 那这些议题呢就挪到了昨天下午来协商 一开始呢协商我们是以这个前一次的会议的所谈定的部分 聚焦的部分 再来进一步的讨论 那这时呢 即时工会就提出来了 他希望有所谓的FDP多航段这两个议题 这又把我们拉回了在2月9号的议题 他的主轴呢也就是希望 单一航段 FTP8小时 3人派遣 他同意 单航段 12小时 4人派遣 他同意 单航段 但是多航段的时候 他必须要回到 FDP 是8小时 3人派遣 FDP 11小时 要4人派遣 这个跟我们前一次 好不容易拉回来 FTP的单位来讨论 又拉回到原点 所以就在交通部 以及公司这边 不断地劝说 接下来 他们又提出来 同意 回到FTP 但是还是一样 多航段 7小时 他要3人派遣 多航段 12小时 11小时 他还是要4人派遣 再接下来 他最后 同意 再调整 多航段 7小时 还是要3人派遣 但是呢 多航段 12小时 他是 没有再提了 但是国内线 美国国内线的货运的部分 他要求的还是 4小时以下 要3人派遣 在公司这一边呢 我们不断地调整的是 前一次我们同意 只要是 FTP在6到8小时中间 我们愿意逐班来讨论 如果你觉得这一班特别的累 特别的辛苦 或者在机场设备上 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公司愿意逐班来讨论 但是工会在一开始提出的议题 我们明明有办法接受 接下来 董事长 总经理 他释出最大的善意 同意7到8小时的夜间红眼航班 愿意三人派遣 但是公会还是没有同意 我们不是没有对应方案 公司在协商当中 绝对不会拉一个非常远的一个目标 我的要的东西去跟你协商 公司就是希望能和平落幕 尽早让整个社会回归到安宁的情况 所以我们一开始 就是用我们 他原先最主要的诉求来做调整 好 谢谢您所听到的呢 就是华航在今天下午 两点钟开了记者会 因为在今天早上 包括机市工会的代表 那么出来开了记者会之后 交通部的次长 王国财也开了记者会 原因就在于 昨天我们看到的就是 这个第二次的协商历经了 六个小时之后 还是破局了 那主要就在于这个疲劳航班 那么现在媒体都说了 是不是这个疲劳航班 华航真的比较累吗 昨天我们也讨论过了 其实华航在很多飞行的部分 其实没有比较差 但是肯定不是最好的 只是对于记者来讲 他们要争取他们自己 最大的权益的同时 在谈的过程中 是不是昨天又多了一个 所谓的多航段 而这个是不是临时加出来的 那么变成是 感觉上这个协商 又必须要进行第三次 到底为什么破局 现在你了解 因为昨天的这个 协商的时间 协商的比较晚 那李信燕理事讲的今天 他可能赶不到我们现场 广播节目主持 黄伟翰唱空城 只能打电话call out 因为金石工会理事长 李信燕临时缺席 全英前一晚 劳资双方开台湾 现在为什么坚持 第一个七个小时 现在我们觉得 我们退退退退到这个时候 那这个是 真的是有疲倦的因素在里面 也不是告诉我 如果说我一个月工作只有几十个小时 你为什么会跟我说你人不够 他跟我说人会不够 公司会倒闭 坚持下去 坚持下去 办公成功 办公成功 超过六小时的协商 再低一个诉求 疲劳航班就卡关 工会原本主张超过七小时航班 就应派遣三个机时 但华航不同意 工会二次协商再退让 飞时于七小时两段航班 派三人 华航坚持需符合三航段 航段认知落差 让劳资双方协商再度破局 以台北飞曼谷为例 一个航段三点五个小时来说 原地来回也要三点五小时 但到了当地 还要清仓和加油一小时 工会计算 执行时间应该是七加一小时 得派三机师 但华航可不这么算 认为飞行时间只有七小时 不符合派遣三民机时规定 也飞三航段航班 双方无共事 我的失望是说昨天因应他们所提的 我们提出的对案 但是这个红眼班是完全没有讨论 一直是我们在一队 各位 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一个 已经罢工了第五天的团体 应该要做的事情吗 强调权为了安全 工会上午再次现身 二次协商再破局 交通部表态失望 旅行社更是发声明谴责罢工 并请华航出面说清楚如何善后 整理新闻林梁县 吴雅婷台北报道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所谓讲到疲劳的时候 是大概全民最有共事的部分 就是要安全 只是安全讲到疲劳的时候 很多人都想问说 疲劳的定义 其实真的你我就不一样了 电视机团队的观众 跟现场的来宾 可能大家对疲劳定义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 国际的标准是什么 其实这几天大家都一直在讨论 这个所谓两人 三人 四人 到底怎么样算 大家都说 哇 好多专义术语 我们来看两人派遣 华航是要高于9小时 这是原定的 如果是三人派遣 飞航时间要大于12小时 那么飞航时间要含睡眠时间 的话是大于13小时 那么这个部分 其实这个是华航的部分 那四个人派遣的话 是飞航时间大于12个小时 那么是座椅休息设备 飞航设备如果有睡眠设备 是17小时 如果来看的话 美国 日本 中国 欧盟 好 这边是8 8当然就是比较少一点 但是12的有8小时的 那么欧盟是9到13小时的 如果三人派遣的话 你看13 16 13 14到16 我的意思是 其实如果要来看 就像我说的 华航的状况不是最糟 但是姚老师你来看一下 就是为什么到昨天协商 还是出现卡关或破局 难道说这些专业的东西 没有办法用国际的标准 大家拿出来吗 这个就像各国的劳工条件一样的 劳基法 有定最低的薪资也好 或者叫基本工资也好 可是每家公司的工会 它可以跟雇主 透过各种协商 团体协约 来要求到一些好的条件 让他自己工作的 不管待遇 工时 其他的福利 能够达到一定的标准 或者他自己的要求 所以我想观众朋友们 第一个应该要先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听到罢工两个字 虽然我们在台湾非常少见 因为这是威权体制以后 台湾进入民主化国家以后 还没有进入到 我们真正的 这个所谓 宪法所保障的这段概念 所以罢工并不常见 可是在先进民主国家 其实罢工是一个常见的事情 我们不要听到罢工 就想到有人做坏事 说是因为有些人不方便了 搭航班不方便 我想这是难免的 那更何况 世界各国在航空公司罢工 任何一个罢工 他有工时 他有待遇 他有任何理由 甚至于为了不当的遣散工会 都可以为了一个人 两个人不当的遣散 他都可以全体来罢工 来要求公司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更何况这一次的工会的要求是疲劳 而疲劳的定义 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 它非常细节化 我作为一个第三者 我没有办法今天断定是非 这本来就不是一个是非题 说你要求的叫是 别人的拒绝叫非 这个不是如此 它是一个bargaining的构成 它是一个谈判 退一步进一步 今天工会觉得说今天 就好像我举例来讲 刚才航空公司代表 在你们的影片中间提到 FT FTP 我先要问一句 今天从聚焦在FT上面来讲 那究竟算不算工会的让步呢 因为本来有FT FTP的定义的问题 跟主轴的问题 我本来计算就要用FTP 可是我今天愿意用FT 好你们说要用FT来算 那算不算工会的让步 这就变成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了 那如果算让步 那华航在计算上 是不是也要稍微要让一点步 这是一个观念 对就是 罢工谈判的时候 其实就是像票在狗一样 有些计较 你进一步我退一步 我退一步你进一步 就像现在已经卡在多航段 多航段原来本来就是 用FT来算 当然当然工会就有一些想法 因为原来他们认为的多航段 可能是用FTP来算的 那当然就同意 8小时12小时一起来算 可是这样子的概念 交通部提出来 逐段逐航班来检讨 其实我并不反对 可是好像没有进入到细节 对 好像没有进入到细节 因为工会可能认为 你一条一条的来讨论 那易于湖底 那这一点就算一个一个条讨论 是不是先提一个 一条一条讨论的全体方案 由资方来提 因为资方非常清楚 哪个条是7.5小时 哪一条6.5小时 哪一条刚好8小时 这个也许要工会来提 是强人所难的 总而言之 我觉得现在的谈判 是一个很正常的罢工谈判过程 我知道会焦灼 我也觉得社会不要给任何一方压力 我知道交通部有压力 理由很简单 因为像我们的节目如果谈起 其实对交通部来讲 这件事情就是对他来讲 是一个政治事件 资方可能可以处理 说我今天航班用其他的航师 即使来调度我等等等等 可是对交通部来讲 这种事情没有落幕 社会就会讨论 社会就有政府的评价 社会就有压力 这对他来讲 政治上是一个不可承受的重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他当然非常希望双方尽量多一点妥协 多一点让步 可是在疲劳的概念上 我个人 我个人是希望 我非常希望疲劳就叫安全 我希望那个疲劳感 就像当时航 那个游览车驾驶一样的 我甚至于要求游览车驾驶的标准 拉高到日本的标准 是所有的游览车的工会都反对 认为说那个成本 就不可能让我们再赚钱了 如果这样赚的话 我们每个游览车 只要稍微远程的 我都要多加一个驾驶员在上面 或者我中纪要有个驾驶员 这根本做不到 华航现在也用成本 所以我还是希望华航 交通部能够跟华航多商量 在成本的计算上 是不是也有时间的考虑 我也希望工会 如果说今天要增加的人力 不管九十个人 九十九百多个人次 多少个人力 那是不是给予一段时间的空间 让华航有一段时间的考量 除了成本之外 因为我成本在安全前 我认为当然是次要的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当然还是希望双方 能够尽其可能的智慧 提出好的方案来 让这个罢工能闹落幕 可是我一定要跟观众朋友们 再说一次 罢工本身是任何一个劳工 争持权力的最后手段 那我们应该静观其变 不要给任何一个压力 好 但是我们不给他压力 但是我们要听他们把话讲清楚 比如说今天早上呢 其实我们看到工会代表 说我们其实退无可退了 可是如果刚刚这个华航出来 又会觉得说 其实我们也在配合 所以表示两者之间就是没有交集 来我想天机 其实来讲 因为像现在你们是要到交通部来 进座抗议 可是呢 是不是能够持续地用 谈下去的方法比较好 听到这里 你们会觉得说 你们的诉求 真的还是没有被管理阶层 或是所谓的资方 听到吗 我个人是很乐观 因为刚刚姚老师讲的我完全认同 他首先阐述了罢工的意义 在台湾整个工运的进步 要想一百年前 女性连投票权都没有 所以当五十年前有人说 女性也应该投票的时候 大家当然跳出来反对 就像华航这次罢工 变成社会的焦点 那诚如姚老师说的 大家有比较健康的心态 来看这件事 那我个人在机制工会 担任会员代表 我们经过罢工投票 会员代表大会 通过执行罢工决议 那基本上工会是一个民主的组织 按工会法成立 所有的决策 都是所有的会员或会员代表 投票通过多数议决 所有的疲劳航班 所有的议题 不包括这个议题 都是所有的会员 经过收集讨论投票 我们才提出诉求 就像主持人褚英说的 我们不是最好 也不是最差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一点 每个国家 每个公司有不一样的情况 我举个例子 中东的航空公司的标准 可以适用台湾吗 这很有趣 因为他们有些比我们好 有些比我们差 但是要考量一点 因为中东的航班 不是往东飞 就是往西飞 所以它的起飞时间 大部分都会落到半叶 我要说的就是说 好比说我们今天争执的台北曼谷 这只是一个例子 以工会的立场 我们当然希望公司 能够优于 劳基法 优于 其实不能这样想 因为那个法律是最低的限度 好比说法律是最低的 我们根本是不能违法出法 那我们在派遣上 如果说公司都合法 用这种观念来派遣 就唐筛或者是说 以人力成本 我可以说问 因为这些协力也在 我们都收集公司 发给员工所有的信函 罢工第三天 航班派遣率91% 那600名机师 简定证在工会手上 但是公司一样 兼顾到旅客的权益 没有人受影响 那现在听起来 华航准备得很好 那我们也替华航觉得很开心 因为公司这次 真的有为罢工做准备 而且心态也许比较健康一点 那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子吗 公司宁愿让公司飞机摆下来 公司说很努力 书役旅客 但是公司宁愿让飞机摆下来 也不愿意再像 这个所谓的琵琶航班上 甚至我可以跟各位说 其实根本不加增加成本 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说 我告诉各位 因为我们今天 因为手上有罢工权 才有一点这么机会 跟公司的资方 或者是资方的委托代表 管理阶层 来讨论像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个人 愿意来参加像这样的扣印 或者Live节目 那是因为我相信 我们机师的声音能够在第一个时间 让大家听到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就可以告诉你 华航在意的并不是所谓的成本问题 像我上个礼拜执行的一班到美国的飞行 那飞去的飞时是11个多小时 那按照合法的派遣 我们只要派三个人 但是如果你了解的话 飞行啊 飞到美东11个小时代表什么 代表回来要飞14个小时 所以公司呢 就按照所谓的法规 所谓的派遣原则 派了三个机师去美东 那坐了最低的休止 30个小时之后呢 立刻派回来 那因为回来要14个小时 所以按规定必须派遣4名 那我跟各位分析这个成本 这个机师不会凭空在美东出现 增加了这名机师会搭我们的飞机 按公司的规定 占用一个商务舱 到美国之后 落地休息再跟我们一起打回来 那最近航班非常的繁忙 公司占用了一个商务舱之后 其实这个商务舱 我不知道公司卖多少钱 我想5万8万10万是跑不掉 那然而公司要付给 所谓的人力成本 增加这个航段 事实上是几千块而已 因为我们在计算飞时的计筹的时候 所谓的ACM 就是增加人力这部分 它搭飞机去执勤 公司只有算它一半的薪水 那我讲的更迷一点 事实上它一毛都没有 如果像公司人力派遣 充足的情况之下 公司是不需要任何成本 但是公司为了坚持 人力的问题 它可以牺牲掉一个商务舱的位置 但是它就是要坚持 好 所以我们听到机师的想法是 如果就像我们刚刚其实开场讲的 这个其实开始有旅游业 也觉得他们受到影响 电子业也要跳脚了 因为他们交货受到影响 但华航这里讲到的是说 在这里要赶上红眼航班 那么在人力派遣 卡关的原因 尤其是多航点 是因为成本的问题 两兆是不是其实说法跟想法上面 其实就有落差了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带您再来了解 欢迎回到前进新台湾 上一个段落呢 包括林明老师 他是非常肯定至少支持这次的罢工 因为毕竟罢工是属于人民的权利 尤其是劳工的权利 只是当然他影响所及的 除了就是华航这一间公司 我们刚刚提到的营运的部分 人力的部分 以及机师 以及接下来其他华航成员 他们可能受到的影响之外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华航本身 它不是一间民营公司 它所占的这个官股成分进败 也就是说在国家的经费当中 包括您我的纳税钱也在其中 所以到底是不是像刚刚 我们机师代表所说的 这个人力的增加 其实成本增加的是不多的 来我要请这个华航的陈协理 好好帮我们了解一下 是 谢谢主持人给我们这个机会 也谢谢刚刚姚老师的一些说明 那我非常赞成姚老师所讲的 疲劳跟安全是划等号的 我们作为一个飞行员 当然一定要保持身心的健康 不能够太疲劳 这样才会有非常的安全 我本身也是一个飞行员 所以呢 在这次的事情里面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赢家的战争 如果要说是个战争的话 不管是社会大众 或者说是及时同仁 或者说是公司 都是山苏的一个局面 那刚好这几次的协商 我也都有刚好有参与 所以我比较能够了解这个状况 像刚刚 亲生也提到 他说 飞一个美国的航班 那去的时候是三个人 回来是四个人 那他也提到 回来的时间大概 14个多小时 拍了四个人 那如果我们看规定的话 不管是 刚刚那个主持人 所在荧幕上 所表现出来的那个规定 应该是只需要三个人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公司派了四个人 所以 其实我们目前的派遣方式 其实已经优于法令 我们的法令 其实很多都是参考美国FAA的 我们叫AOR 那其实像这个情况 我们已经优于法令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派遣原则 我们绝对不会拿法令 当作我们的标准 法令永远都是最低标 那很多地方 法令的设计 它也不会是无敌放式 随便喊价的一个设计 有的时候这个设计的出来 它也会经过了一些研究 那我们公司呢 在这个研究的情况之下 还有再更好一些 所以今天才会有所谓的 三个人飞去美国 四个人飞回来的情况 是 好 那我要还原一下 这两次 我们罢工以后的 这两次的谈判的现场 那昨天提出了一个 多航断的问题 那其实这个问题呢 在第一次讲的是说 我们当天的来回班 如果飞行时间超过八小时 希望以三人派遣 好 那如果是超过十二小时的航班 希望以四人派遣 那这又是一个 远远优于法令的情况 当然也优于我们 目前的派遣原则 好 那讲的是当天来回班 当天来回班就表示 飞去再飞回来 以曼谷为例嘛 对 飞去曼谷再飞回来 那这就是所谓的多航断 那当昨天抛出一个 多航断的议题的时候 我们很好奇 不是我们已经聚焦了吗 那为什么会又变成一个多航断 主持人刚刚也提到 FDP跟FT 那我们的飞航人员的时间的计算 是非常复杂的 有所谓的FT 就是所谓的飞航执行时间 有所谓的FDP 就是刚刚讲的飞航时间 FDP是飞航执行时间 那还有所谓的真正的飞行时间 那飞行时间就从起飞到降落 还没包含在地上的滑行时间 那所谓的FT 所以它其实非常的复杂 所以很多的民众其实不了解 只想问说 像这样子提出来的时候 原本说聚焦 后来又没聚焦了 所以现在这两次 到底有没有聚焦的可能 而第三次 有没有可能谈得成 我们从去年八月份谈的时候 其实公会那时候丢的是 另外一个单位 那个单位就我刚刚讲的 实际飞行时间 那那个其实是最严苛的 是 比FT还要严苛 如果你以FDP来讲 是宽松的话 那到了去年十二月协商的时候 他们丢出了 第一次丢出了FDP这个观念 那我们其实就非常的疑惑 本来讲的是一个 实际飞航时间 最后怎么丢出一个FDP 那FDP到底是什么概念 我想说跟 借这个机会 让我跟各位观众报告一下 我们如果以FDP来算的话 也就是说台北 两个小时多一点以外的航程 全部都要三个人来回 那应该是没有一个航空公司 能够负担得起这样的做法 那就除了香港 以台湾来说 台湾飞出去的航班 台北飞出去 大概除了香港 上海或者是琉球 这些点以外的话 通通都要三个人来飞行 我相信没有一个航空公司 能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营运 那所以呢 我们希望就是说 公司释出战役 所以我们才提出了一个飞时 飞行时间 那飞行时间 比我刚刚讲的 实际飞行时间 又加了地上滑行的时间 地上滑行时间 有的时候是非常长的 因为在地上的时间 因为机场有的时候 有一些繁忙的状况 还要威力 你要等待 是是是 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方式提出来了 那结果后来在第一次的协商里面 他们也同意了 用FT来算 只是最后就丢出了一个 七个小时的这个题目 这个数字 那工会有五大诉求 那我们也知道 工会运动在台湾 是越来越蓬勃发展的 其实就像是有国会 揭露政府一样 其实这个如果说是一个良性的发展 是非常好的 可是以这次工会的五个诉求 我们谈了两次 都着眼在第一个诉求 其他的都没有谈下去 在第一次的协商到最后 他突然丢出一个七小时的议题 那其实站在公司的立场 我们一开始 他的诉求就是三人八小时 对不起 八小时三人 然后十二小时四人 对 那我们也已经接受了 那我们接受了以后 结果在第一次会议的最后面 他突然说要七小时 那当然我们就非常的错愕 所以这是为什么第一次协商 最后没有办法有一个 圆满结果的原因 那好了 到我们第二次协商的时候 我们公司又再次的释出了善意 就是说以红眼航班 我们愿意这样到七小时 就派三个人 那结果呢 工会那边提出了一个多航段 那这个地方有一点点误解 那因为我们也非常的错愕 所以我们才请教了工会的同仁 请问了一下他们工会的那些代表 多航段到底是什么仪式 所以就出现了像曼谷航班 这样子的例子吗 不是 因为多航段 其实他们是回到原点 只是换了一个方式来表述 两个航段就算是多航段 这是两个落地 两个落地 那第一天讲的就是当天来回 那也是两个落地 好 为什么要打断这个陈协领呢 主要就是说我们必须讲 飞行是非常专业的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飞行很昂贵 包括机师的所谓待遇也相对的好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其实都没有办法很了解的听得懂 就像这些排班啊 航段啊 甚至于出现的所谓什么FDP啊 FFT啊等等的 这个如果没有上字幕 各位观众朋友可能都听了没有 但是委员 我想问的是 现在整个的协商到第二次的收集 大家想问的是 它一定会影响到部分的人 尤其是它如果必须要搭飞机的人 它要旅行的人 大家只想问 这样听起来之后 双方有没有可能会落幕 这个发展其实是 我今天刚好在付出一群人来 一般民众就算不搭飞机都觉得很愤怒 那个愤怒的情绪 倒没有特别的理由 也不是说针对华航的资方或针对工会 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应该这样子发展下去 到底谁在阻挠解决 所以我现在都不评论任何事情 我只要求一件事情 现在为什么不直播 谈判就直播嘛 我看到资方说可以直播啊 我昨天听工会代表说也可以直播啊 对 就直播 让大家看清楚 他们想直播的 除非双方已经要搭成一个默契了 你不直播我尊重 因为有的谈判不见得是透明的 大家要接受 有的谈判真的不是透明的 可是这个谈判到现在 大家不耐烦到什么程度呢 到底谁在变来变去 不过直播应该也看不出来 如果几次直播之后 我相信直播的过程 几次直播 我们台湾民间专家很多啦 我们民间的飞行员也有啦 我虽然不是飞行的 我以前在空军也空勤的 一大堆飞行的朋友 以前他们的ECL都我在教的啊 其实上我们记者里面就有人 对 你把他直播之后 是没有是on duty 我们现在就 有记者 对 你们有主播也是空姐出身的啊 是 我现在一直说为什么直播你知道啊 你一直播谁在变来变去 是谁真的在一再退让 很清楚 对 社会力就知道应该放哪里 这一次跟上市空服员不一样 这一次你没有发现 社会上没有一股脑的全部压在支持公会罢工 原因就是资讯不透明 有专业性不了解 还有各说各话 但谁说真的假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这件事情伤害到了多少人 有人到今天还在问说 明天会不会 可不可以 我要怎么办 然后 我已经损失了怎么办 旅行业者的小的agent 我带电的钱从那里回来 谁能够赔我 到底是机师要赔我 还是华航要赔我 还是老天爷要赔我 那要政府赔我 我帮纳税人讲一句话 凭什么 这凭什么纳税人的税金来赔 我当国会议员我就反对 这是华航公司治理的问题 不是纳税人要背的责任 纳税人是受害者 纳税人是广义那35%持股的股东 我们的持股权益受损啊 今天还传出 中国要利用华航的股价暴跌的时候 大家快买啊 买华航 因为华航是个机油公司 坦白讲 你现在股票暴跌 就能传出的声音来 所以这里面 我昨天到今天我讲的方法 讲的点很简单 第一个 劳工的罢工是他的权利 我不会去苛责他选择什么时间点 因为不会痛罢工就没有用 我只是告诉工会代表说 你为什么只给六个小时 你不要说我们从二月一号就预告 我清楚让民众知道 我什么时候要罢工了 你可以给他十二个小时 二十四个小时 也许complain 怨言会少很多 这个其实是帮你们工会设想 社会知识都会 你只给六个小时 每个在机场的人不满 第一个一定骂机师 第二个骂皇 第三个骂政府 就骂来骂去 第二个 当你们有这个权利的时候 要思考罢工事 劳工手段里面比较激烈的 几乎是最后几个手段 有没有符合比例原则 因为我昨天也很仔细听了这个机师公会的代表裴裴裴 他们的讲的内容 要求比这个更好 可以 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下 用罢工这种最激烈的手段 符不符合比例原则 这就是社会被同情的原因 今天如果说我们的航空公司飞行员每个都飞十六个小时 或者每个飞行员 该派三个都只有一个 一个不可能 有两个以上 那社会就觉得 这不对 这安全很重要 你不飞我都支持你 可是现在社会听到的声音是 华航有符合国际标准 发含优于一般的航空公司的派遣的标准 然后工会要求的没有错 要休息才有安全 所以我要求更好 那在这个点上 用最激烈的罢工 有没有符合争取权利的比例原则 我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所以昨天我本来期待王国才主持会议 双方可以讨论 因为五个诉求其实有在变化 那工会这边讲说一再退让 其实有的越退越严 还是越退越松 那个可以评估 一再退是往哪个方向退 所以委员刚刚点到了一个点 那就是王国才也说了 现在还在等双方回来谈判桌上 而每天下午两点半开始 也就是从现在两点四十一分了 他们五楼的会议室就等着双方去 如果双方都各自愿意进到会议室 那么可不可以直播 就让我们消费者一起也了解里面的美纲呢 那么您的意见又是什么 我要回来接听您的意见 欢迎回到天气新台湾 那么这一次当然 即使利用春节的时候罢工 引发了大家广泛的关注 当然因为也是新闻真的闹得蛮大的 但是持续延烧到第五天的时候 观众朋友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很多人说其实网路上现在是五五波 有支持也有反对 而您的意见又是什么呢 我们来接听高雄林先生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远东航空退休的机师 我双布林 我只有三个意见 第一个就是你这个红眼的航班 它不可能说是白天 你可以白天睡觉嘛 你晚上飞行嘛 飞完回来了 虽然是第二天早上了 它也不可能连续再给你再排飞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把你们 就是因为你们很专业 所以呢 你就可以去找一个 所以这个公司就会给你们很 就比较高的 比较好的待遇 比较高的 比较好的待遇 那你比较好的待遇 你就要因为你是服务业嘛 你当然以服务为主啊 你不能说你什么事情都以为 自己争取权利 那就通通就 这个服务就把这一边了 那这也不合理嘛 那你要不然的话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就比照劳工的基本薪资 这样子起富 然后你算你的时间 再给你钱 这样子你合不合 你们愿不愿意呢 这第三个呢 你们嫌疲劳了 然后呢 干脆这样 起了交通部 财车民航局 把你们的航线 给你再裁掉几个航线 那你们就 人力就足了嘛 就不会累了嘛 而且呢 你说是要派三个人派钱 三个人派钱 一个正驾驶 两个副驾驶的话 那你还是会疲劳啊 因为 副驾驶不可能要站到 正驾驶上面啊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都是 都是问题啦 这个不是说是 加个心呢 你就不疲劳了 你这所谓的疲劳 只是说是 像你越洋的话 你这个可能大概就是 有时差问题啊 好 我们谢谢高雄的 林先生 林先生也是算是 航约退休 所以他的看法呢 也许会跟 一般的观众比较不一样啦 我们再接听这是 嘉义的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你好 我是职业教士 我觉得他董事长是想 创造英语之外 还要顺便欺负这些 飞机驾驶员啦 这一定是错词 你要创造英语 不能牺牲员工的权益啦 还有 这个搭乘滑航 都是爱我们国家的人 那这些爱我们国家的人 现在全世界 没有办法回家怎么办呢 对不对 被我们来惩罚这些爱国家的人 那 以后如果你要罢工 那你还会不会继续搭华航 如果是这样 你会继续搭华航吗 说你要罢工 大家可以 可以不用流落在国外 好 谢谢 好 陈先生特别点到一点 就是 其实搭华航的人 都是爱这个国家 当然大家都觉得 华航是国家航空嘛 那当然支持自己的 国家航空 但是这个事件之后 是不是会影响到大家不搭华航呢 来 我们来接听台北 王先生你好 喂 你好 是 我先回答主持人这个问题 我之前一直搭华航 但是我现在我会 除非啊 除非真的不得已 才会搭华航 因为我感觉上 他们现在给我感觉很乱 那我对于劳方和之方 我有几个意见 先对劳方来讲 我希望他赶快见好就说 为何呢 因为他现在第一个 他没有清水柄了 第二个 资方在有可能的时候 会让你out出去 因为劳方 我只是希望就说 因为你们现在有两派 有一派呢 是现在还在天空飞 另外呢 五百个 五六百个人在那里 就是说流血流汗 我是觉得真的就是白痴 那些在飞的人 给我感觉 难道就没有现在就没有疲劳的问题吗 还是说 所以我是觉得劳方 你们这部棋 我是认为你们赶快见好 就说否则一定输 那对于之方的话 我是给华航的之方一个 就说就说 建议就说 因为你们怎么样 怎么样输钱 怎么样都会 你们这个高层都会在位 因为亏损的几百亿啊 我们老百姓还是替你付钱 所以我是觉得资方 你不用害怕 那第二个呢 我是觉得说 如果劳方还是 对你 就是说一直变来变去 我认为 你就干脆采取我这个方法 你就尽量脱 用变向的 最后呢 把这个 那个罢工的人全部out 王先生你是讲反话 还是你真的很认真这么认为 因为这都是大家纳税的钱 其实我们当然也可以说 其实这一次罢工 就是有人讲 其实没有所谓的资方 因为资方也就是这些 被来这边找做的管理阶层 其实某种程度 我们才是真正的资方 因为我们是纳税人的钱 那你的钱 为什么呢 因为华航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一个公司 它既有关股又有民股 那没办法 因为实际党 他们有那种蓄荣期 他不可能把航空废掉了 所以呢 我只希望资方呢 你现在你不用怕 你重视亏损的几百 因为你的薪水是道理 我是随意劳方 你不要再变来变去的 你最后到最后 没有薪水领的时候 因为几百个人 几千个人 一直在等你这个位置 好 我希望你劳方 谢谢这个台北的王先生 再接听新北的廖太太 廖太太你好 大家好 我有三点要报告 第一点呢 飞安 难道他机师那些主员 他也赞成会掉下来吗 他不保全他自己的生命吗 整天在讲飞安 我赞成政府 把华航回归给民营 看他敢不敢出来抗争 哪有一家公司这样子啊 去年是空服员 去年是机师 明年怎么样 变成那些地群人员 也出来抗争吗 那这还成什么公司啊 那华航没赚钱的时候 他们又喊着要奖金 那怎么办 那这公司要怎么办 干脆改决民营 看他敢不敢 长龙他敢不敢出来抗争 这就是太可恶了 不把人民的权益放在心里 那那些人民 当你华航是怎么样 我出国从来不搭华航 自从他公母抗争以后 我从来不搭 我搭日本航空 我为什么要搭你们呢 你们这样整天在抗争 新北的廖太太 廖太太其实 说到已经都有亏气了 有什么 就是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思考到的一个点就是 华航毕竟还是有关谷的成分在里头 那么在这里头的时候 就是你我纳税人投进去了 所以大家也会觉得说 我们支持华航 就等于是支持国家航空 但是事实也面到这里的时候 很多人想了 接下来春节过后 樱花要赏樱花了 很多人想说 那我接下来的旅行 我还要不要来搭华航呢 而华航是不是干脆民营化比较好 因为还有体质的问题 好几个观众都这样说 所以到底华航接下来的下一步 如果真的是这样 大家都没信心的时候 亏损又要国家的钱来贴补的时候 干脆民营化是不是一个好方向 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更多讨论 好了 雲窗 我们可以调整你 吃了 你们都喜欢 我订阅 这可能是不能够 真是 我们都行